好的人设可以大量穿上 但前提是不被戳穿 演员王乐军曾经跟王刚 沈奥军合作过玉岁 又在尖刀战士中出演过特务头子 藤唐靖香 于密室二终饰演一个护士一小 在有旧式战魂里的女汉子赵月 这些角色都很小 加上王乐军并没有特别抢眼的长相 没有被人记住 出道以来一直默默无闻 直到他得到了伪装者 但女主成锦云和猎场里的桃花美 王乐军并不是通过走后门才得到这个角色 正确的情况是当时王乐军的剧 跟李雪导演的剧同时获奖 两人在颁奖女后台的通道里相遇 王乐军一袭白衣 文静的样子上李雪一眼相中 从而成为了最佳女主人群 不得不说王乐军实在是太幸运了 别人挤破头都争取不来的机会 他只是安静的站在那里 机会就能送上门了 然而机遇也带给了王乐军飞翼 形象相符和演技出众是两回事 有能力却不红河 根本不是那快料 也是两回事 王乐军在拍摄伪装者的过程中 因摔倒而受伤 后来又在一场根骨歌吻气中 因为新的时候脖子伸得太长 倒是受伤的部位再次骨折 最终剧播出后王乐军的反响奇差 被三个女配轮流艳涯 三个男主和三个女配都红了就他不红 其实王乐军也算为这部剧牺牲了很多 能咬牙坚持下来已经非常不易 理论上对他不应太过苛责 可据播出后王乐军的一番言论却真的让人夸不起来了 王乐军在采访中多次自称根骨歌的吻气 是自己的荧幕初吻 说他第一次拍吻戏没有经验 不知道什么姿势才能赏心悦目 然而就在胡歌夺走王乐军荧幕初吻的新闻满天飞的时候 万能的网友却发出根骨歌的吻气 并不是王乐军的荧幕初吻 指责他为了利人设睁着眼睛说瞎话 网友指出早在2009年中天宣剑的时候 王乐军就已经把初吻献给了一个不出名的演员卢玉文 这部剧中的王乐军不但跟卢玉文有吻戏 还有滚床单和被捉奸后挂牌子游街的戏份 实在有点辣眼睛